I probably shouldn't say this I wanna be with you If that's the last thing that I could do I wanna be with you 好了 今天評測一款新的 JBL 真無線藍牙耳機 是 Club Pro Plus TWS 其實有看開近幾次我評測 JBL 真無線耳機的話 應該都留意到近幾款新的 JBL 耳機 無論是音色還是主動降噪功能 都越做越好 甚至是 App 操作功能 所以再到今次有新的 JBL 耳機 一傳的 Product Description 給我看 都很有興趣想試一下 而今次看到包裝盒上最大的賣點 會是這裡 24 小時的電池續航力 包括有六小時開啟 ANC 主動降噪的一次單次放電 再加18 小時的充電盒充電 又或是關掉 ANC 時能夠達到 8 加 24 電池續航力 都算是很厲害 另外它支援後面有 Legendary JBL Sound 還有它支援 Ambient Noise Cancelling 支援主動 ANC 主動降噪 在旁邊有三個收音咪 去做到更清晰和有降噪的通話效果 首先外觀設計 在充電盒方面 這次的 Club Pro Plus TWS 用了磨砂外殼 它比較四方 還有有圓弧的角落設計 我蠻喜歡磨砂的質感 這個質感是蠻紮實的 還有 JBL 的 Logo 整個很低調 亦有 USB Type-C 插口 還有 Pairing 按鍵 而它支援 Qi Wireless Charging 無線充電 拍攝上支援的充電板就可以了 先推開蓋線 都是全黑的 Club Pro Plus TWS 在這裏有左邊耳機和右邊耳機 各一個 LED 提示燈 造工蠻精緻的 還有這次新的 Club Pro Plus 耳機上 GBL Logo 會比以前的 GBL 真無線耳機低調 它全黑的設計 而它上面有一個反光鋼琴漆的橫 做點綴 整個耳機有一個獨特的形狀 以及耳管上會伸出來 以及有一定的傾側角度 而在耳機的內側 這裡有每邊耳機的 LED 提示燈 顯示 Pairing 狀況 以及裡面有一個紅外線距離感應器 可以做到一些體感操作 戴上耳朵時會播放 拿下來會暫停播放 拿上去又重新播放 這款耳機的配戴感 我明顯感覺到它的耳機 是塞在我的耳管上 但未至於會不舒服 而我感覺到它有 Perfect Sealing 效果 它跟我裡面的耳管做到很好的密封 令到它有不錯的物理隔音 而它是支援 ANC 主動降噪 令到它的降噪效果更加理想 不過在我用了這個耳機一段長時間 在經過更加長時間的配戴 一天可能連續聽幾個小時的話 它明顯感覺到在耳管裡面有耳機塞住 至於操作指令方面 在左邊耳機主要是 Ambient Sound 和 ANC 的控制 我可以輕觸按一下 在不開任何 Ambient Sound 的時間 按一下 就是開啟 ANC 主動降噪 我明顯聽到它是靜焗了 以及背景持續的低頻 例如是冷氣聲或是市區風聲背景的噪音 明顯是收細了 但跟其他大部分 ANC 入耳式耳機一樣 針對突發性可能是金屬的碰撞 或是很近距離高頻率的車聲 或是人說話聲 它的效用不及持續的低頻那麼顯著 再按一下是 Ambient Sound 的效果 它也有不錯的立體感 而且聽外面的人說話或是警告聲 廣播這些是清晰的 但它的自然度 未至於完全跟沒有戴耳機一樣自然 然後按兩下左邊耳機 開了 Talk Through 功能 它會將我的音量收細 我的音樂音量 然後再放大出面的環境聲 在短時間內 例如在咖啡店買東西的時候 可以立刻按兩下 然後下訂單 聽到對方說話 我自己又不會有明顯的聽診效果 至於右邊耳機主要是音量和音樂播放的控制 按一下是暫停和播放的曲 按兩下下一首歌 按三下回回上一首歌 這些操作完善的 而說到這款Club Pro Plus TWS 要讚的地方 又是JBL App 的功能 看到它越來越豐富 在 Smart Audio Mode 裡面 它有 Normal 或 Audio Mode 就是著重在音質音色上 亦有 Video Mode 就是著重在 Low Latency 低延時 看影片時對嘴的效果 而在這個位置有 Stage Plus 的功能 這個是由世界知名的 DJ 共同開發 打開之後 裡面有幾個 DJ Signature 就有一些知名的 DJ 名字 按開之後 就有他們自己 prefer 或是他們創作音樂的時間 會用到的一些音色 或是音質的特性去調校 EQ 然後在 Custom EQ 也可以有自定化的 Equalizer 均衡器去設定 針對不同的頻譜和聲譜上 我可以很自由到大 點任意的位置去拉 並沒有限制特定很少數量 可能是五點 七點 至於再回到剛剛的操作 在 App 的設定裡面 再開設定 Gestures 的手勢操作 裡面有可以控制左邊和右邊耳機的手勢操作 現在預設左邊是 Ambient Sound Control 環境聲控制 可以選擇音量控制和 Voice Assistant 的控制 或是播放 Playback Control 然後右邊耳機一樣 都可以在這幾個指令之間選擇 至於另一個重點 今次的 JBL Club Pro Plus TWS 有三個收音咪的耳機 可以做到在通話時隔走部分的背景操音 然後突出人聲的 這段影片我直接用 S21 Ultra Pro Video 模式 然後用藍牙耳機收音拍片 而這隻耳機也直接放在耳朵上收音 模擬我通話時 直接說話的時候 人聲的清晰度和背景 我現在都開了窗 外面有一些市區風聲雜音 看看效果如何 除了音質方面 首先聽到 JBL Signature 的音效 就是偏暖的聲音和中低音很飽滿 低音的深潛力很足夠 尤其我聽到一些有重低音的音樂 我聽到很低的低頻 有彈性和低頻很騷動的感覺 而整體的清晰度是合格 以及人聲都是靠前 整體就是覺得中低頻很飽滿 針對一些很高的高頻分析力和人聲 或者三頻的分角度 未必是我聽過最頂級的耳機 但整體聽出來 大眾一般用戶應該會滿意的聲音 而且比較飽滿的中低頻相對討好 人聲也是明亮 所以一般用戶應該會滿意 最後在連接性方面 這次是支援 Dual Connect Sync 的功能 所以它跟我的Android 手機或iPhone 都好 一在充電盒蓋打開 那一刻再把耳機拿出來 其實已經是馬上和我的手機配對 超級快 而且它支援兩邊耳機 沒有主機 我現在左邊一把耳機拿下來 它會暫停播放 但我再按一下它都會照樣播放 而即使我把一邊耳機放進充電盒裡面 它仍然會在我另一邊耳機繼續播放 我又試著把右邊耳機拿下來 又拿錯左邊耳機 對 耳元繼續在左邊耳機播放 它是可以單邊使用的 總結 今次這款JBL Club Pro Plus TWS 和以往JBL 其他耳機最大不同 除了有ANC 主動降噪功能 更加完善 Talk Through 和 Signature Stage Plus 用 DJ 設計的音頻設定外 它亦都在外觀設計上 在唇黑很低調 以及在設計上比較型格 而音質上亦都有高水平的表現 相信會是普羅大眾會喜歡的 比較討好的調音 而它的音色表現都比較接近 上次我評測兩款 都是比較高階的JBL 真無線耳機的音質 唯一這次我在耳機上找到提升空間 它在盒子上寫著 支援Sweat and Water Resistant 抗水的效果 對比我上次評測兩款JBL 真無線耳機 它們就有比較高級別的防水效果 這次的外觀上比較型格低調 以及在音色上有Stage Plus 的 DJ 調音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真無線藍牙耳機的評測 以及其他最新手機發佈資訊 下次再見